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心娱乐,我是超梅 香港富豪刘鸾雄一直都是商圈的传奇 他早年以出口风扇发架,人称风扇刘 到80年代初又炒股暴富,被誉为股票狙击手 一手缔造了千亿的商业王国 不过随着大刘在2016年完成换身手术 资产逐渐转移到甘币名下 在成为刘泰的两年内,甘币获赠了资产超过500亿 至今坐拥700亿港币,是有15名的香港女富豪 据港媒在3月31日透露,甘币在投资方面 一直都是大刘在背后的出谋划策 但由于疫情原因和投资不善,近年大刘面临着商业危机 包括长子、甘币和前女友吕丽君都受到波及 从去年开始,港媒已经屡次曝光了大刘与商业危机 名下343家公司已经解散了338件 但大刘不为所动,仍然与甘币一家到英国度假 净显天冷之乐 到今日,港媒又报道称,大刘常年首持某只股票 甘币和吕丽君也在大刘的影响下大量的购入 随着股票下跌,甘币账面上亏损17亿港元 而它依早以65.4亿港元购入的债券组合 现金跌至17.2亿港元 虽然面临亏损,但甘币只要不出售 价格变动也只是数字游戏 而且该股票年初向股东派息 甘币收到了18.5亿港元的股息 刚好是弥补账面上的损失 此外,大刘前女友也受到波及 吕丽君多年持有该公司的债券 到今年亏损近20亿港元 前段时间,吕丽君接受采访称 没有过这回事 但港媒一口咬定了吕丽君亏损 还表示就算吕丽君想出手 也需要大刘同意才行 港媒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 还在近期走访了大刘的公司 并发现大刘长子刘明伟担任的 董事的研究中心已经控制多日 估计一段时间没人上班 门口有很多份刘明伟的信件无人接收 此外,隔壁一家公司 同样是属于刘明伟名下 目前人去楼空 连招牌都已经拆掉了 刘明伟是大刘与前妻保佑琴所生 身为大刘长子的她 仅比干比小一岁 但刘明伟坐风接地铁 坐地铁去河饭户外露营 曾是富二代中的清刘 刘明伟在大学毕业后开始接班 但随着干比进入刘家 刘明伟主动淡出 把千亿相业的王国交给干比 及其姐妹掌舵 大刘当初分家之时 刘明伟也是除干比子女之外 唯一一个分到资产的人 不过仅占华制股份的24.97% 共57亿的港币市值远不及干比儿子刘中学 不过干比身会人情事故 进入刘家后与刘明伟相处融洽 就算是分到了700亿的身家 在大刘眼中依旧是那个简单纯粹的灰姑娘 当下屡次被传商业危机 干比却从容淡定 上个月不仅和大刘出资3000万 10元疫情 还组织派送了20多万个口罩 期间又与子女一起制作了消毒液 生活丝毫不受影响 据港媒透露 干比每年光是收息 就获利了5.51港元 大刘也曾透露 吕立军每年收息超过一个亿 所以面对种种传言 吕立军和干比一样一切照旧 照常外出跑步锻炼身体 现年41岁的刘乱雄旧爱吕立军 在2014年与大刘分手之后 就独自带着一子一女生活 与刘乱雄几乎是老死不相挽 低调的生活 这么多年一直嫌少看到她在公共场合露面 就更不要说她的一子一女了 事实上在与刘乱雄分手之后 吕立军也是很善于投资 成立的个人基金发展如火如荼 前生前身价已经高达了24亿 完全不需要靠刘乱雄 日子也可以过得幸福美满 如今还不许的在个人的网站上 分享出生活照 故此也让大家看到了 她与刘乱雄所生的一对子女 罕见露面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 吕立军为了保护子女 撇清了过去 在2019年呢 她低调的改名为了吕佩玲 吕立军是刘乱雄人生中 三个曾经为她生儿育女的女子中 最为聪明的一个 不过在排面上来看 她这是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大书甲 这指的是刘乱雄在2016年 换身成功后 就陆续开始分身家 将在华人职业 持有的75%的股份 分给了自己的子女 而吕立军的一子玉宁呢 未在此次的分产中 获得任何一分钱 很明显 她的地位是不及保永勤与干壁的 的确 吕立军无法与保永勤相提并论 保永勤是刘乱雄的糟糠 与她共患难打下了天下 没有保永勤 就没有今天的刘乱雄 况且保永勤的长子刘明伟呢 如今还是华人职业的董事会主席 所以在刘乱雄的分产中 她拿到了24.97%的股份 吕立军也是无法与刘乱雄 现任太太甘壁相比 甘壁比吕立军更懂得取悦刘乱雄 她从来不会反抗刘乱雄 一心一意地围绕着刘乱雄打转 听教听话的好处就是能够被娶入门 并且她的一子玉女 都拿到了华人职业超过50%的股份 反观吕立军 从2002年开始到2014年 跟随刘乱雄12年 为刘乱雄生了一女一子 结果没有名分不说 最后刘乱雄分产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在外人看来 真的就是赔了青春一无所获 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 吕立军是一个非常有头脑 有想法的人 这是她与保永勤和干比无法非常不同的地方 刘乱雄一看是喜欢她 就是喜欢她的单纯和没心机 而事实上的吕立军很有野心 尤其是很会利用刘乱雄在商业上的优势与资源 这一点在她与刘乱雄交往的过程中逐一展现出来 这一度令刘乱雄有所防范 也因此而改变了对吕立军的看法 后来刘乱雄对吕立军的评价就是贪钱 失业心太重 所以她也害怕吕立军在她身上拿了资源自我壮大 日后落下洋虎为患的种状 这或许也是后来她在与干比与吕立军两个人之间二选一 最后选择了干比的原因 当然吕立军当年是在刘乱雄澳门的官司上误判刑事 令她去了官司 这件事情也成了刘乱雄对她改观的一个导火索 吕立军在2014年与刘乱雄分手 但吕立军绝对不是空手而回 她带走的是与刘乱雄所生的一对子女 同时还以大量的财富 以及在刘乱雄身上学到的生意经 这些无价聚保 刘乱雄在2014年与吕立军分手后 曾经公开表明 表示分手前 本人一直照顾吕小姐的起居饮食 并且送给她大量的现金 首饰以及其他的礼物 总价值超过港币20亿 她现在已经是超级富婆 无需要我任何的经济支持 也可以过着富裕的生活 这是刘乱雄公开的声明 直接揭露了吕立军的老底 曝光了她的身家超过20亿港币 对她仁至义尽 想来这也是后来刘乱雄在分身家的时候 不再算到吕立军的一对子女身上的原因 既是因为她的钱足够过一辈子好生活 也是在于她太聪明 若是把股份分给了儿子 不就同等让吕立军插手进入她的华人之夜 刘乱雄必然是有她自己的考虑 吕立军对此无意义 也不可能有意义 但是她也没有坐以待毙 在与刘乱雄分手之后 她随即大手笔的投资物业 以至于作为保值乃至升值的方式 而她的投资绝不是几百万的小生意 动辄是以千万 甚至以亿为单位的计算投资 2018年她曾经以1.3亿的高价 抛售了一套2016年购买的物业 狠赚了5000万 之后她还在证券股票市场上大手笔的投资 每一年的回报都是以亿为单位计算 另外吕立军还是会有自己的基金会 2013年她就设立了以自己为名的基金会 如今发展的风生睡迹 带着一对子女过活 不知道活得多逍遥 多自在多幸福 吕立军与刘乱雄分别是在2002年 2010年生下一子一女 当年上海与刘乱雄交往的时候 还经常能看到这一家四口 一起到福林门吃饭的画面 这一对子女还时不时的曝光在镜头下 其中刘乱雄曾经非常疼爱女儿刘秀莹 2014年她专门拍卖了一颗价值为2.51的巨型蓝钻 以及一颗6500万的红钻 还以她的英文名为这两颗钻石的命名 受宠程度追得上干壁的大女儿刘秀化 不过与刘乱雄决裂分手后 就先少看到她这一对子女露脸 就更不要说与刘乱雄同宽了 而算下来如今女儿刘秀莹已经17岁了 而儿子刘子峰也有9岁了 虽然日常很少看到吕立军带着这一对子女露脸 不过她还是很大方的在个人基金网站上 分享生活的照片旅游照 其中更有刘秀莹的抱着吉他的读照 现年17岁的刘秀莹呢 长相亭亭欲立 眼睛圆圆大大 有几分刘乱雄的神韵 但与吕立军长得更像 而刘秀莹年纪不大 但是才华满满 对音乐很有兴趣 自弹自唱很有艺首 而在吕立军基金会的网页中 就有她自弹自唱的视频链接 可谓是人美生天 完全可以媲美专业歌手 另外她还自己建立了 专属的音乐订阅平台 上传了很多自弹自唱的作品 不过出于对自我的保护 她几乎都是很少露脸表演 就连弹吉他都是拍摄脸部以下的部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绝对是才华横溢 至于9岁的刘子峰呢 年纪尚小 出于对她的保护 吕立军晒出的照片中 都是以她的侧脸为主 其中一张呢 是她在学习吹玻璃的照片 不过也能从侧面感受到 她长得还是相当的百进客人 吕立军在2013年 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个人基金会 而在2019年的时候 她悄然的将吕立军的名字 改成了吕佩玲 基金会的名称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却或许是对于子女的保护 也是有着重新开始 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 如今的吕立军 衣食无忧 身家丰厚 误然她这24亿的身家 无法与刘乱雄的 169亿美元身家相提并论 但是这一大笔钱 这一辈子恐怕都是花不光 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在日常用途上 她的这笔钱 与169亿美元 没有太大的差别 重点是吕立军 如今自由自在 不受约束 更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就是钱卖不到的生活 所以其实她也是赢家 这一辈子是在那里面的身边 这一辈子是在那里面的身边